你说漏脚脖子是显腿短 显腿长 谁说漏脚脖子显腿长 你给我说这个原理 坐下去了 那足以就是没了 你要提上来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高度水平线 它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 就穿漏脚脖子的裤子呢 一看好像长个儿了 裤子不够长了吧 就腿长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不是打小家里穷 没裤子穿吗 说你这不显腿长点吗呢 这是显腿长 就人家像你王哥那样 王哥你站起来 来了王 你腿脚不好你站起来 我这个就显得腿短是吗 你把脚脖 我这个就显得腿短是吗 你把脚脖露出来我看看 我看看我也露个脚脖 哎呀呀 成了 说成了 哎呀我跟你说 成了吗成了 成了 真是 一下子就特别穷色了 不是关键是不一样的腿 我就想问一下 那不冷吗 我不冷 你知道 你知道所有露脚脖的这个年轻人 你要问他冷不冷 不冷 冷也不能说呀 你到底咬牙说哈 你真不冷啊 那以前 那以前可给我动坏了 但我没说过 刘霍安你呢 有一天贼冷贼冷 强盛叫我们嘎儿冷嘎冷那天 冷不冷 逗了我都不想出家门 你看你看 其实是砸冷自己心里知道 这种时尚都是不健康的时尚 为啥刘霍安 就这个位置啊 你扶点姐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脚脖 露脚脖的这个位置 是三阴交流 就你那个位置就天天露在外面 寒大 你肯定月经不调 所有的一切病都从海上来的 你们俩我跟你说 就像15号关帅子咋说来着 岁数大咋的 他说有影响环食 那是他说的 是不是大夫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说啊 漂亮是可以漂亮 不能要风度不要红度 对不对 好 小小伙伴先回去吧 死亡小小伙伴 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我想找一个有魄力 有责任心的人 然后拿得起放在下面那种 出的像时 你可以没有钱 你还没钱 但不可以不努力 然后还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我不用你养 我可以养自己 甚至我可以挣得比你多 但你要有养家的责任 我不希望找一个倒夜班的 最好是朝九晚五 或者是自己做得想买的 房子只要能交手付就可以 彩礼没有要求 我爸说了 只要对我好就行 我不喜欢那种特别能张扬 而且还能嘚瑟的 没事还喜欢刨个面眼的男生 我喜欢那种稍微腼腆一点 遇到腼腆的男生 我还喜欢斗食一下 还能显得我今天丰富一点 14号号你为啥没等 因为我刚才看他那个短片 我看他那个喜欢腼腆一点的 然后我这边不是腼腆型的 我是挺藏扬挺得瑟的那种 然后他还不是太喜欢 喜欢腼腆型的 15号 不那个5号刘青松 为啥没等了 腼腆型的呀 不喜欢陆小哥的 老子容易做病孩子 对身体不好嘛 就像你说的影响那个 什么 什么不调查 那你不能跟他出对象 你就让他不露脚脖子 不就完事了吗 那能听我的吗 能吗 可以啊 我只 我是一个特别乖的人 对 女为悦己者人 对 轻松 灯灭得有点早啊 有点后悔 7号 俊强 这个露脚脖子吧 这个我不赞同 但我也不反对 因为这动你他也不动我 关键是我爷爷他反对 我家里面我父亲都不喜欢 我弟弟他也露脚脖子 我爷爷就问 你说你这边啥人露脚脖子 我弟弟就说他流行吗 我爷说那不是 那我们那辈都露脚脖子 那是穷 裤子短没时间做裤子 哦 这你领个姑娘露脚脖子 你这你领回来 一说这孙子媳妇 一看露大脚脖子 你家这 这长孙子这白裤子 像这样露大脚脖子 孙俊强说的这个 老一辈会这么看的 包括以前我穿那个乞丐裤 现在好像也流行的吧 是 就牛仔裤那乞丐裤 我之前我见了一个 一个老大娘 那大娘跟我说 哎呀妈姑娘 你可不能穿这一裤子 那裤子就我们那时候 那都是乞丐穿的 我跟你说他 现在这个时尚就霍霍你们 你看穿的一个一个 迫不自烂的 全都没钱 就是实际上 大家大家自己品一品 但你喜欢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老一辈这么看 他也没有错 如果冬天也这么露脚脖子 它影响健康 对 你说是不是 啥是最美的 永远记住我姑娘啊 不是单纯露这么一截脚脖子 最美的姑娘 首先她一定是健康的 躺在病床上的姑娘 颜值再高 她也一定不是美的 所以希望冬天尤其东北的姑娘们 把脚脖子咱先盖一盖 春暖花开的时候再露不迟 别着急露 哇 有分解释 掌声送给刘欢 加油 加油 啊 非常棒 加油